《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好了,乾脆承認 我就是那種雖然很憧憬 擁有一個完美的靈魂伴侶 但內心深處又覺得 發完這種夢真是很蠢的女生 無論如何,我媽總是跟我說 不要回頭看,也不要低頭 只要往前看,幸福只會找到你 而且真是這樣的 當我不再沉沉覓覓,那個人就出現了 所以,我是怎樣找到我的絕配呢? 長話短說,我下定決心 不再跟任何差一點先生交往 就算只差百分之一就完美 為了找到積憂股,我決定放棄所有潛力股 有一次,我向朋友大聲宣佈我是個好人 我真的很喜歡我這個人 所以,絕對不要委曲求全 我甚至列了一張清單 寫下我的對象一定要有 和我不會容忍的特質 這一切都是根據我對自己的認識而來 我知道我有滿腔的愛要付出 但我不再有一個黑洞要填補了 順帶一提,這兩者是大不相同的 如果從一開始,這個男人就不是對的人 那他就不值得我投入時間了 我不要任何有待改進的人選 甚至到了說出,夠了! 將什麼走尋靈魂伴侶拋瘡老後了 我要和我的姐妹出去,去練瑜伽,玩過痛快 還要自己一個人在夕陽下山步 我去到說這些說話的地步 換言之,我重新開始和自己結合 那就好了,在我發表自愛宣言的大約一個星期之後 我最要好的朋友打電話來 說要安排我和一個叫做傑樂德的男士相體 我抗議吧!他在玩嗎?他沒聽到我的宣言嗎? 他說這次相體應該會很有趣,很安全 事實上,他說幾個月前 他曾經和一個男士約會過 我冷嘲熱風地說 好極了,為什麼不開門見山說 是你簡靜的? 現在,我就會打趣地說 我最要好的朋友在和我的老公初次約會前 已經親自代為檢查過 他解釋說他在網絡上認識傑樂德 近一年前和他約會過 但是就沒有火花,也沒有產生化學作用 這個時候,我的一位朋友認識了另一位男士 結果,在我的婚禮前兩個星期 他和那位男士結婚了 所以,就在同一個星期當中 他遇見了我老公和他老公 他做事真的很有效率 我們透過電郵介紹彼此 一來一往通訊了幾個星期 然後,從電郵畢業 升級到電話聊天 最後,決定見面 我處於劣勢 因為我的朋友把我的網址給了他 所以他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是怎樣的樣子 他甚至讀過我的《關於史題分離》 十件你可能不想知道的事清單 但我對他一無所知 為了哄我,他還開玩笑說 他沒有皮膚病 仍然和媽媽住在一起 我提議星期六共進晚餐 他提議先喝杯咖啡 說如果順利的話 他或許會嘗試更進一步 和我一起吃晚餐 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是很有自尊的 我受到了《你搞不好》 是另一次令人失望的約會的羞辱 結果,他的提議令我很不高興 不高興到一定要看看他的路山真面目 福壽女神上身 我倒氣換了新買可愛的約會裝 換上牛仔褲、背心和涼鞋 我一副,我才不會把你放在眼裡的打扮 讓讓讓得意地等他來 為自己的小聰明驕傲萬分 然後,傳來一聲敲門聲 我打開門 開了門之後 我們沉默地看著彼此 他想的是 嘩,他…很棒 這句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可惡的背心 我真的想不到男人的眼光是這樣 我想的是… 糟了,我穿錯衣服了 因為他是盛裝打扮的 他看起來有模有樣 我必須要說,我們不僅喝咖啡 事實上,我們初次約會持續了八小時 喝咖啡之後,吃晚飯之前 我很快去到後台 換上本來打算要穿的約會裝 為了一次美妙的約會 這些付出很值得 就是這樣我這個完美主義者 和他這個雙體高手在一起了 當時的他相當享受單身生活 雖然我們的約會風格不盡相同 但雙方都很肯定 不要和差一點先生或差一點小姐 安定下來或者認真起來 我具體寫下了伴侶的特質清單 他在心裡就有一張這樣的清單 他的比較是一種感覺 他覺得一旦遇到對的人 他就會知道 第二次約會過後 我的雙體高手 告訴他最好的朋友 他找到了他要娶的人 實際上,他的台詞就是 就好像命運之神 把我的完美老婆送來 而我認得出他 我知道我的人生又不同了 我知道他一定是 要和我共度一生的女人 他的朋友沒有辦法相信 他在說什麼 因為太不像他了 從認識那天起的兩年內 我們定了婚,買了房子 領養了一隻狗,然後結婚 一切進行得不急不脫 一切感覺都很好 交往初期 結婚就似乎是世在必行 能理所當然 百分之百正確的一件事 婚禮當日 我最愛的其中一個時刻 我就出乎意料地冷靜 完全準備好 要步入紅地毯 幾乎是一崩一跳地走 我爸爸還要捉住我 我們從來不害怕對彼此坦誠 事實上 這些是我們一開始就要求對方 在我們莊嚴宿木的宣誓典禮上 這一點還要特別被強調出來 有已婚的男性朋友告解結樂德 說是一旦結婚 他的意見就不再是一回事了 所以在寫下誓詞的時候 我說 我發誓我會聽你的話 甚至我都來不及說完 結樂德就笑了 一笑了就停不住 於是我舉起了寫誓詞的證書 我真的會的 白紙黑字寫在這裡 全場空堂大笑 誰說婚禮一定要很悶的 遇見結樂德 我明白到讓你認出正牌靈魂伴侶的是 她的人格 也就是她最深沉的自我 最可貴的價值體系 和你的人格兩相吻合 讓我來告訴你 一見你要在靈魂伴侶身上尋找的東西 就是歸屬感了 遇見結樂德的時候 我們馬上覺得好像以前就認識一樣 好像我們有共同的過往一樣 那種感覺很平靜很自在 就好像我們在對方身上找到一個國家 對好像我這樣經常旅行的女性來說 是很奇妙的體驗 現在我相信每個人都真的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靈魂伴侶 只要你停止勉強讓差一點先生 差一點小姐補上那一點 你將會發現完美的絕配 就在某處等著你 運用吸引力法則獲得靈魂伴侶 不是一個機率的遊戲 而是一趟非常個人的追尋 是你要讓宇宙為你帶來耐心渴望 而且值得的真愛 堅守你的標準和觀念 是愛自己的要義 縱使這樣意味著放棄和某個迷人 但是不適合你的對象交往 所可以得到的立即滿足 愛自己也是讓別人來愛我們的必要前提 愛自己的愛 愛自己的愛 愛自己的愛